我们拍这个戏 然后在感性的状态下 所有的东西我觉得都是珍贵的 不需要表演的东西三里 敢有好的对手 坐那个下吧 再来就没有了 我好像一个海边 我就是去感受大家给我的反应是什么 入行吗 通过这个电影 我们脱禾而出 认识到另外不一样的人生 欢迎各位老师 欢迎 我听说这次是杀青了之后 五位主创第一次相聚 对不对 终于能够在不工作的情况下相聚 我基本上就没有看过他们私下的状态 现在我觉得大家好像是美容了有没有 有 就变漂亮了 因为我们拍戏的时候 一进剧组就已经是那个角色 对 我们创建的大家都是那种 我们拍这个戏 只要在感性的状态下 所有的东西我觉得都是珍贵的 是在拿自己真实的情感在表演 我人生就很像李慧如 很多波波姐姐 她的潦倒 她的那种心里面的那种情感 那种别 我完全经历过 包括我渴望找老伴 不是年轻人所想的那种 就是一个灵魂老伴 所以有一场戏 我是跟大红老师说 我说你勾我的手指就好了 不要拖 我知道那场戏 然后我也用了那个镜头 所以那天那一勾 我就觉得那个就是我剧本里边都写不到的细节 真的是演员在自给这个角色的一些细节 那些细节可能就是演员自己的阅历带给角色 我最大的印象就是我爸跟我妈在六十多岁的时候 每天吃完饭 就带着我们几个因为穷嘛 就没任何余落就去散步 去散步去一个公园里面 我爸跟我妈就是这样勾着在前面走 这是我觉得是最甜蜜的 虽然身体接触很少 可是那个感情还很浓很浓 说真的 跟你经历这一段日子是被刺了 是的 我们就好好地守着他老去吧 就我们俩这个爱啊来之不已 我呢也是全心全意地付出了我的爱 要不明日一早我就找你报导 跟着师父剪屏子的脚步 放几天 他们俩最大的浪漫 其实就是满城市里边转着去剪屏子 自己想想其实很心酸嘛 我们就是一个记录者 我们只是把他们俩那些美好的瞬间记录下来 我觉得大家之所以能感觉到甜 就是因为我觉得二位演员 是在拿自己真实的情感在表演 比如说像洪姐吃饭吃吃笑了 其实我认为那就是笑场了 但是我觉得无比生动 你让他再来一遍他没有了 我觉得这种表演就是最好的表演 就是不可复制 就那一瞬间那个风吹过来 他的头发摆动了一下 就是那个风在帮他表演 说实在的也是非常感恩有好的对手 真的如果没有好的对手 不会有那么多真的感情 从未来之间给出动 我非常感激导演 能想出一个这样的故事 让我经历了我戏剧生涯里头 一个从来没经历过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我印象特别深的 有一天拍佟姐特别痛苦的那场 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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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慧哥跑到我帐篷旁边 导演 你能不能今后别写这种戏了 会死人的 然后他每一演完一条 他都对着天嚎叫 他要去发现那个情绪 多痛苦 我们练历过这个片子以后呢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从浴火重生的一个疯狂 就是我记得有一天导演说 他说 佳慧哥 你家的那个景差不多布置好了 你有没有想去看一下 我说 对 过几天就拍了 我应该去看一下 当时下大雨 我那个家就安放在一个民居 下大雨我还要走楼梯下去很滑 我一进到我房子里头的时候 我突然就感觉谢定山 从认识他的那一刻开始 都记录在我家里头 我好像就突然走进了我自己 谢定山的历史里头 幸亏我那天去 他们在帮助我走进我的角色里头 就是导演不管怎么费力 都没办法形容给我听 谢定山以前是一个怎么样走过来的人 所以其实通过这个戏以后 我说我退和改变了就是 不再规定情色 是下去想角色 你必须要融入角色 别走开啦 你们不忙啊 你很厉害你低落你不启声 我不知道她是 她是谁啊 老婆 她是我的老婆 我应该来找你 哎呀 我好难找你 我可以分吧 我帮你 快 放开 OK 我真的觉得这个歌很专业 拍我的时候 其实她自己走着好了 她非要背着佟姐 腰就错位了 那错位她不吭声 佟姐是没有意思嘛 所以我们要用力去扳她起来 她就 她又再歪一点 她就说哎呦 我又在手上 她也没管也没吭声 没有啦 你们太夸张了 这真的没没没 不关那个事 腰现在只能为艺术牺牲 哈哈哈哈 非常感谢各位对手 没有你们的承传 就没有将来在英国上面对大家的协定上 好 哦 年轻的 我有时候看他们四个坐那 什么话都不用说 我就在这拍我都觉得就挺好 不用演什么 这个戏如果要塑造那个角色真的很难塑造 她的生病是因为她忘记了很多东西 你一个人来的 你记着家里电话吗 电话 我就是去感受大家给我的那种反应是什么 我好像一个海练 是更感性的 所以我是最不稳定的一个人 如果我不稳定 我怎么样去演那个不稳定 我只能靠大家 她性格太复杂了 因为她里头有多重性格 她既有过往 也有现在 中间那段完全没有 妈的脖子好像影中错 上一次她重演到我 妈你来上午了 我来上午 你看我 你看我 我是为你 回收废物 找我们三哥 她当时不偷食 三哥 你偷食的 走了 走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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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一个 有信心的去追求我的未来 未来 那谁都不知道 可是我有这个心 我有这个勇气 这是最最重要的 某时候某时段 这个韩元导演的作品 会让我怀疑自己 但是呢 到现在为止呢 我是觉得它帮助我在成长 在正式拍摄之前 导演就对我提出了身上表演痕迹的缺点的东西 自认为是不错的那种表演 导演说你最好不要让我看到你有任何有表演的东西在里面 导演那个时候就是那么严谨地要求我们在排练的过程里头 在我们订装的过程里头 他就是不要让我们有我们自己附体了那么多年的那种表演方式 存在于这个电影当中 我当时我非常清楚地知道 我要对抗四个人的表演习惯 就是所谓他们的舒适区 我完全不能揍身 因为我觉得他们演了很多年的戏 非常厉害 但是这些厉害的同时也会带来他们特别熟练的 特别本能的那种演法的那个东西 我需要对抗那个东西 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能把他们当成老前辈 我怕调不到一个频道里面 那就其实就很麻烦 就会很尴尬 我就因为我自己压力也很大 因为我把四位演员找来四位艺术家 拍这样一个电影 我觉得如果拍不好 那我就是罪人 我觉得就是我压力也很大 所以真正开始拍的时候 我觉得 我就变成另一个人了 被什么东西附体了 我拍每一场戏 其实我是跟演员同频的情绪 不然我不知道那个对不对 比如说大红哥笑宴那场 我全掌在他身上 我觉得那个意外 我真的你觉得那就是一场意外 你觉得那就是一场意外 你们这辈子都没得过这么高级的方法 你说这话 你把他做的道理 我披着你 我披着你 你啊 这边有个纳射 都他们给我放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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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这儿吧 我就顺着那个劲就 就是 情绪往下走 我可以再出来 我一起要打算看你 有 我那就喊 我就感觉到了 就是我的状态是跟他一样 我讨厌现场的每一个人 我才能知道他那个度够不够 那场戏 我们拍了三天那场戏 我感觉我都虚脱了 我感觉好像他在那演了一遍 他很累 他甩着鞭子很累 我好像也很累 我也快虚脱了 山哥 原来我怕你的小眼被毁了 这口气别在我心里 不发出来我感受 你就要看错我这个人了 但是 其实我没有说完 这个对我表演的变化 对表演产生的 重新的这种影响和认识 就拍完这部影片之后 我一直在 在对我的表演在 很享受 很滋味 其实在整个戏里头 你一个人承受的角色的压力 是我们四个人分别承受 我们在各自演我们的 但是你每一刻 每一秒 每一个镜头 都在同时在演我们 所以你压力最大 从第一天 到我们拍摄最后一天 我能说出来 每一场每一条 每一个人演的那个状态 我当时的一个感受 我都是记忆犹新的 拍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给自己的想法就是 我尽量感性地拍 我不要用已知的那些 所谓的经验 或者是所谓的那些 理论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感性地拍 通过这个电影 认识到 另外不一样的人生 也增加了我在表演上的 一种厚度 让我踏进了另外一个人 的人生里头去感受那种情感 所以我觉得幸福 《二五一天团》唱的这个主题曲 《爱》 现在就是网上很多网友看过了之后 在这可以跟这个弹幕上的网友 互动一下 大男人不轻易哭 听这个看这个突然有点眼眶湿润 他们唱的不是歌是我们过去了的青春 这个好像说的是我的心里话 第一次听到这个歌 录完了之后那个歌 我昨天跟洪姐还在说 明明唱得很欢快 但是我就听着就很感动 就很想哭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唱的不是歌 对 太难听了 太难听了 你这个 所以听到就想哭 你们唱的不是歌是人生 我以为要这么转 很多其他人就想哭 没办法了 我不是一个歌手 我只是一个演员 我已经真的很尽力的把这个歌录好了 还好现在有先进的科技 要不然他们就干脆把我的声给卡掉算 没有任何的修饰 我觉得很好 我自己听的时候 真的是觉得四个声音就是本身的性格 把你的心 我的心 把你的心 我的心 穿一穿 穿一座幸运 穿一个同行员 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 真青春做个伴 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 把我的心眼操纵在你的梦田 让地球随我们的同行员 永远的不停转 这个是 像天空大声的呼唤 说声我爱你 像那流浪的白云 说声我想你 让那天空听得见 让那白云看得见 谁也擦不掉 我们时下的落叶 想带你一起看大海 说声我爱你 给你最亮的星星 说声我想你 听听大海的誓言 看看执着的蓝天 让我们自由自在的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